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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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 之前看他进海底的那个钻井平台的惨剧将会很快发生在另外350口钻井平台上 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想象 上万名工人必须马上撤离 公司和官方动用了一切力量开始撤离工人 关闭海底警发 可就当史蒂夫要跟着大家撤离的时候 却发现了他们平台的一个警罚无法自动关闭 史蒂夫只能下警去手动关闭 当他下到警体准备关闭警罚时 本公司指挥室里却显示 所有的钻井平台全部失去连接 而史蒂夫正在撤离的同时也发现 远处的一个平台发生了爆炸 然后更恐怖的事就发生了 海底断裂带迅速扩大 海面瞬间塌陷 由人来不及开刀就被吸进了开刀 史蒂夫所在的钻井平台随即发生了爆炸 他根本就来不及撤离了 同事们也显向还身 这次海底划过 造成30多个钻井平台爆炸坍塌 史无前例的原油泄露发生了 索菲亚得知史蒂夫出世后 几乎要崩溃了 可工作人员告诉索菲亚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系统显示井底的一扇救生门被打开了 史蒂夫有可能藏进了通道内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根本就没法派救原人员去冒这个心 可是索菲亚不愿放弃这最后一丝希望 他准备去营救丈夫 索菲亚和搭档亚瑟在史蒂夫妹妹的帮助下到达了钻井平台 索菲亚操控水下机器人潜入海底 开始搜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奇迹真的发生了 通过热感系统侦测 他们找到了史蒂夫 是的 他还活着 营救很顺利 史蒂夫只是受了轻伤 他们很快回到了平台上 联系公司对他们进行营救 但是公司的回复却让他们绝望了 海底滑坡导致了30多个钻井平台坍塌爆炸 大量油管破裂 史无前例的原油泄露正在发生 面积已经迅速扩散到10万平方公里 官方已经动用了应急手段 马上点燃原油 否则原油继续扩散 将威胁整个地球生态 而他们所在的平台位置 5分钟内即将被大火吞落 没有任何救援措施可以赶爆 说话间两架战斗机呼啸而过 两发导弹引燃了远处的原油 现在他们只能想办法自救了 索菲亚其中甚至想到了救生艇 只要将救生艇里灌溼 让救生艇可以沉入海面以下就可以躲过大火 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眼看大火就要消过来了 他们赶紧进入救生艇 可就在索菲亚拉动救生艇门闸时 却发现门没有反应 亚瑟赶紧出去查看 发现是刚才收水管时 把控制杆卡住了 可只要把控制杆放下 救生艇立马就会入水 这就意味着亚瑟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到救生艇里 这时大火已经烧到了 亚瑟没有犹豫 直接关上了舱门 史蒂夫想去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亚瑟拉动控制杆 救生艇冲向了海面 入水的瞬间 史蒂夫被撞昏了过去 而亚瑟直接被大火吞没了 救生艇虽然潜入了水下 但是更棘手的问题来了 索菲亚不知道排水的开关在哪 救生艇越沉越深 眼看压力就要将玻璃压碎 就在这时史蒂夫终于醒了过来 他告诉索菲亚排水开关在哪 救生艇终于运作了起来 他们成功避开了大火 终于得救 这是燃烧原油后的景象 过了整整一年 这些浓烟才散去 推荐大家看看原片 人们对自然的过度开放 必然会遭到反噬 这部震撼的挪威灾难片 是替我们敲响了警钟 善待自然吗 让地球活得久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